树苗 昨天我们学了树根是本字,树梢是墨字,下面我们再看看树苗的样子,这是树苗的根,把树苗放在土坑里埋上土,再浇上水,树就会逐渐长大,在墨字上面加一短横,就是树苗的形象。 你们仔细看,这上半个字是土,下边是树苗的根的形象,土字中间的一树又是树苗出土的形象。 这个字的读音是什么? 它的读音是未,未来的未,植物刚刚发芽出土,以后会逐渐长大,以后就是未来,所以这个字读未。 有种植物叫做茶树,把茶树的嫩芽采摘下来,进行揉搓熏制烘干以后,就成了茶叶。 饮用茶水可以品尝茶叶的味道,既要品尝就要用嘴,所以用口字做旁表意。 又因茶叶是茶树的嫩芽,所以用味字表示读音,这就是味道的味。 所有食物的香、甜、酸、辣、苦,以及空气中的各种味道,也都用这个字来表示。 味、味、味、口字旁味、味道的味。 味! 我们经常听到愚昧落后,愚昧无知这些词汇,其中,味字是什么意思呢? 我们观察一下日出前的天空。 太阳出来之前,天色还是一片昏暗。 这种景象被称作媚,这就是媚字。 左旁的日字表示太阳,与味字组合,意思是太阳还没有出来,而且媚、味、孕母相同,所以味还有表示读音的作用。 因为太阳未出,大地上的一切还看得模模糊糊,很不清楚。 所以,这个字被引申为糊涂、不明白,以及愚昧无知等意,比如蒙媚、冒媚等等。 媚字还有隐瞒、隐藏的意思,像暧昧、媚得良心、使今不媚等等。 老爷爷,什么叫使今不媚呀? 使今不媚,就是捡到前物以后,如树上脚,或者归还原主。 老爷爷,那要是不叫出来呢? 那就叫把别人的东西给媚起来了,这样做是不对的。 你想想,施主丢了东西,心里多着急呀。 媚、摸媚、愚媚、蒙媚、使今不媚的媚。 媚! 下面我要向你们提个问题,她是你的什么人? 她是我妹妹呀。 对,同辈人中年龄小的女孩就是妹妹。 因为是女孩,所以用女字做旁表意,又因为有小的意思, 而且胃、媚、媚、孕母相同,所以用胃表示读音。 妹,女字旁妹,兄妹的妹。 妹,兄妹的妹。 用胃字做声音符号再造的字,就学到这里。 下面,我们再看看树木的根。 本,根本的本。 本字还引申为社会事物的根源,比如本来,原本,本意,本应,基本,本位等等。 那么,人的根本是什么呢? 你们看。 人的身体就是人的根本。 用单粒人表示人,再用本表示根基。 合在一起读体,特一体,身体的体。 体。 在植物当中,人们对竹子有特殊的偏爱。 它长得细高苗条,竹脊圆润碧绿,它的根部异常发达,不断生出新的竹笋。 用竹字头表示竹子,再用本字表示竹根。 合在一起读笨。 后来这个字被借作他用,成了笨重的笨。 笨,它表示不聪明,不灵巧。 比如,愚笨,嘴笨,脑子笨,笨拙,笨手笨脚等等。 笨,笨笨,笨重的笨。 笨,笨笨,笨笨。